哈啰 大家好 蜡蜡蜡蜡 之前在讲这个记忆任务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那我们这次重新再来讲一遍 好 那这个记忆任务系统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还有就是这个计票你需不需要购买 好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记忆任务的一个做法 一样 我们这边记忆任务做法 跟我们之前在做任何任务都一样 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的内容 它会给我们一定的点数 然后呢 每100点 它就会给我们一定的一个奖励 好 这边都会有一个奖励 所以打这个记忆任务呢 我们最主要的这个目标 就是我们要拿下这个Meta 那这个Meta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列表面可以看到 在第10步 20步 40步 60步 以及80步的时候 都会给我们这个Meta 好 这样我们才可以保五 拿好拿满 突好突满 那总记我们需要多少点数呢 除了一开始给你一步之外 我们要到80步 我们总共需要7900点 也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每一次做完任务的时候 我们要完成共计有7900点的这个点数 才够换我们这些奖励 然后把我们Meta保五出来 好 其实这个记忆任务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周任务的集结 然后每一周每一周会属于的时间去开放 那每一周它都会有一个小的任务让你做 做完你会得到的这个奖励 另外这个SP呢是不需要等时间 它一口气就开放到底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每周开的这个任务 好 每周开任务如果它都没有变化的话 那一周你可以拿到780点 总共八周末你可以拿到6200多点 好 我们刚刚算保五需要7900点嘛 那显然是不够的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开我们的这个SP 那SP一开始就可以开到底了 好 这个耗油量啊数据经验 假设你打得很凶的话 其实搞不好第一个礼拜 你就可以拿好拿满 那剩下每周任务没办法 我们就只能靠每周的任务点数去累积 好 一周就是1000点 所以这至少要4周的时间 那船只建造 每个月都有一个大型的建造 那两个月份的大型建造 要造80兆 应该是有可能有机会 所以你非常的欧 每次二三十兆就可以毕业的 那可能这个奖励你就拿不到了 再来登录天数 一个月30天 登录个28天也不为过 好 所以这边SP的任务 好 无刻也可以做好做满 那总共可以得到这个5720点 好 那加上我们之前 如果周任务开放 如期开放的话 好 我们就刚刚说有6000多点嘛 所以8周任务加我们的SP 好 无刻基本上你就可以拿到 11000多点 所以你是有条件可以选 你想要做的这个周任务 我们刚刚说嘛 可能你的建造没办法达标 或是有些的这个周任务很很麻烦 那你可以选择不要做或跳过 总之它给你的11000点的这个周任务 那你只要拿到10000点 你就可以拿好拿满 甚至如果你有买计票的话 计票一开始还补1000点给你 比如说你有12500点的扣打 只要拿出1万点你就是毕业了 好 基本上还算是满OK的 好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另外一个补救方式 假设说我们后面才进来的完 或者是说你进来之后 迫切想要这个点数的话 该怎么办 那这边会有一个补救方法 就是直接去买票 好 直接完成 那买票这边花30红尖尖可以买一张票 不过它这边是有一个倍率计算的 60点它要花一张票就可以拿到 那如果是120点的这个任务呢 它要花两张票才能得到 那以此类推 所以以60为一个基础 那你后面进来完的 想要赶这个进度的话 可能可以考虑用这个红尖尖 或者说你中间出国当边还是什么的 没办法完成 后面进来 好 时间快到了 也有这个补救的方法 好 那最后我们来说说 这个任务奖励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每100点 我们就可以走一步 每一步都可以拿到一个奖励 最后我们要拿到我们META 那如果你想要拿更多的这个奖励 SP报酬呢 你就必须要买机票 那机票的一个好处 是它会产这个经验数T2 一本就加这个15000还蛮多的 那一般我们来说 大奖堂只会产这个T1 每日的这个要日关卡呢 其实也只会产T1 再来这个SP的这个计票 还会产这个彩色的教科书 好 基本上我们来算一下 它整个的附加价值 好 首先Skin Toni和Skin就880了 那还有一些什么 钻石方块 科研书 我刚刚说的这个彩色的教科书 很夸张 我一般经书大概就是80红尖尖嘛 8小时给你1200点的这个经验 彩色的很夸张 12小时给你3000点的经验 Double 比Double还可怕 那我这边 给它一个基本的价格 就120 两本随机的就240 那这边还有2×3 总共6本720 加起来这边大概 估值有4800多 那还有后面还有一些金菜 还有一些素材的一个奖励 那加上起来可能 我估计大概就超过5000了 有人说可能你不喜欢这个Skin 那你扣掉Skin 它至少也有4000多的一个价值 1200日币 卖你4000多的一个红尖尖价值 这几次 简直比两倍还要斜赚 你甚至可以考虑 不要包月了来包记 你把包月的钱拿来包记 你反而会更省 你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个资源 假设说你是一个新进的玩家 或是想要赶进度的玩家 或者是不要这么累去周回 这些每周任务的玩家 买这些让你省时省力 你可以拿到相对不错的一个材料 去强化你整个舰队的一个实力 好啦 那结论就是这个季任务呢 就是当每周任务在做 那基本上无课 你一定可以拿好拿满 就看各自的努力程度不同了 那如果有能力的话 你去买这个季票 你可以拿到更多的资源 如果你有包月的习惯的话 那或许你可以转成包记 拿到的资源可能比包月还来得多一点 或者是你就干脆都包记又包月 那你拿到的东西就更多 写赚 当然花钱 总是能得到一些相对不错的一个回馈 那不花钱也有不花钱的玩法 那就看各位的选择啦 好啦 那我是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